澳洲牛省议员大卫·尚布瑞吉 27号在牛省议会再次递交有7万多人 签名支持的请愿信 要求尽快通过人体组织修订法草案 这份草案提出是禁止澳洲牛省的民众 从任何国家或管道接受被活体摘取 并且转卖的器官 11月27日 是澳大利亚牛省议会在2013年的最后一次会议 议员大卫·尚布瑞吉先生 再次递交了有7万2千名悉尼民众签名的请愿信 以支持他在2月份提出的人体组织 人体器官交易修订法2003草案 该草案中提出禁止牛省公民与居民 从任何国家或渠道接受被活体摘取并转卖的器官 并将对通过非法或不到得手段 获取器官的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一遇罪 在会议的间隙 尚布瑞吉议员特别感谢前来支持的悉尼法洛工学院 尚布瑞吉议员提出的议案草案会对外公开 然后发给所有各个党派的议员 然后下一步会有投票表决 所以我相信民众的呼声 再加上有更多的来自各界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也会促使牛省的议员对这个法案做出一个支持 然后让他在牛省议会能够通过 对澳洲社会和澳洲民众也会有一个积极的影响 尚布瑞吉议员共递交了有17万签名的请愿信 这也是牛省议会收到的有史以来最多的签名 新台人记者李子音 与近澳大利亚悉尼采访报道